前台湾男团F4成员吴建豪 与新加坡百亿妻子石真善混变消息一直闹得热轰轰 但二人也屡传和好 不过早前石真善在于Instagram上载一张女生哭泣漫画 并以英文写上希望自己更勇敢 更坚强 更无畏无惧 幼稚没人明白女人要面对的挣扎 似乎亦有所指 正与石真善亲弟弟而Roy交往的肖亚轩也有流言大气 表示自己会陪着石真善 而其他人都能见到对方的内在美 至于吴建豪近日就如常工作 不过他最近两天也都是在Instagram分享工作近照 还表现得兴奋 心情似乎没受影响 其实翻查吴建豪跟石真善的争执历史 很多都是因为大家在社交网络的表现造成 石真善喜欢把内心感受公主于世 因此无论开心与不开心都会隐瞒 但如果轻易的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公开 对于吴建豪来说可能就等于自暴隐私 容易被媒体纠缠不放 因此吴建豪曾经对石真善放话 管好你的舌头 不过由于石真善不是艺人出身 他也许没办法浅深感受到吴建豪对公开宣洩个人感情的顾虑 因此也会说出电视上看到的吴建豪都是假的这种话 如果夫妻两人无法在这种问题上达成共识 那以后两人的矛盾只会越来越深 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